數甲這題是在看矩陣的乘法 它給A跟B的一部分 然後還有AB的值 想要求這些數字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這個行列4為2 行列4就是這裡減掉這邊 所以我們知道這是4B-9A等於2 所以9A-4B是負2 這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D選項好了 D選項其實是說這兩個呢 就是互為反矩陣嗎 其實這兩個乘起來剛好是什麼 4B-9A這裡會是2 因為它的行列是2 如果只是把對角線交換這邊加附好 會事實上是得到行列4乘上單位矩陣 所以D這邊是錯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AC 好那AC的話呢 我們不要把它解出來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看 就說我今天要A乘C 剛好這一列乘這一列 這兩列相乘就會得到這個3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24 再加上這個AC等於3 所以我們會知道AC會是-21 好所以B是錯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選項C 它想要求這個 那這邊如果你用AB去乘 要去湊 你就要解連力方乘組有點難 有沒有辦法直接做呢 所以我們先觀察到一個小特性 就是說B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 A-1乘上AB 好那A-1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在除掉行列4 就是1 2分之1的-94 那這邊不重要 那接下來呢 這AB剛好就是什麼了 AB就是30-25 好所以這題我們關心的呢 對關心的就是這裡跟這裡相乘 就會得到B的這個D 好所以這兩個乘在一起 就得到-90 加上這個60 再除掉2 所以這邊呢 就會得到-30除2 這裡就得到這個-15 好所以答案這個C也是正確的 所以善用一些小觀察 就可以讓計算稍微簡化一些 那矩陣呢就是要掌握前面這個橫的 配上這個值的 那找到適當的元素 就可以快速解決這一題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